第3場是三班一千席路賽 但原本是七個自尊高飛 今天兩場直路賽,這場是三班賽 起步時出得快一點 中檔慢中力得快一點 外檔那邊加州威勝起步比試習 試習起步慢了 內檔那邊翡翠鳳凰、展弘圖 中間是自尊高飛和精選威 這幾匹前一點 日日形在馬群中游位置 然後內檔那邊起步慢了 團結精神尾四 在他旁邊是精英自尊 在未幾隊常常有魚靠近看台那邊 中檔那隻還有精益大師暫時在包尾 跑速500米左右 前面暫時拍攝放 萬眾力得和外檔的加州威勝快點 內檔那邊展弘圖就騎了 中間自尊高飛,這裡有位置 看看騎下去怎樣才反應一般 精選威也未過得到 反而後面走到內側那邊 日日形有點進展 中間上來還有精英自尊 最後200米的時候 前面加州威勝過了萬眾力得 這裡出來 後面日日形就在路航著後面的精英自尊 中間在外檔那邊上來 還有常常有魚 三百米拍攝著 日日形就佔先過 第一名日日形 第二名上來常常有魚 第三名是加州威勝 第四名是萬眾力得 那裡的精英自尊 那裡精英自尊 那裡精英自尊 那裡的跑線也未確立 關頓日日形就封了 那裡的位置 留意一下 尾椅位置那隻就常常有魚 其實它直路的位置很窄 在加州威勝外面 它在簡那個位置上 留意一下部門的薑誠 其實現在它有時跑馬跑 抹斷的薑誠越來越鬆 現在也是 沒有到那邊 薑誠因為太鬆了 其實越來越鬆 仰著薑誠走 但是上一次都已經見過 薑誠很長 它真的很有耐性 這些位置它都敢等 那些薑誠 它一陣子 但也找到那個位置 試拍試拍上來 沒有到那邊 主要是仰薑誠 其他主要對手 走到中蕩也有點困窄 這些東西的自尊高飛 真的要有些少許失望 第三場分團 透短13月20 第二段是20秒81 每段是22秒71 賽事時間56秒72 剛才提到 精英自尊在85米時 跟夜營的互動 其實拉絲不太夠位 放大鏡頭給大家看清楚 黃色帽就搬頓,日營 拿到跑線味 其實還沒拿到 它還沒拿到 這個相撞出來 其實不是位置 但令潘頓有些失平衡 不是位置 它已經是捱出去的 結果失了平衡也贏 也贏也算好 揹著這麼重磅 是的,都追了很多 另外剛才浩然也提過 廣蔗自尊高飛 今場賽事沒有想像中的預期效果 來得那麼好 那怎樣去批評這隻馬呢 因為今場在大熱門也有很多飛 批評就不會了 並不太明顯 跑到半島打開了一個位置 因為那個位置每天都開始上來 只要你以他跑一千的能力 輸也不奇怪 但問題是你不會說一段都沒有 他是不盡反退的 不知道有沒有驗到有事 大熱門最後賣到二十多元 我想是差一點 但如果你想想那些四班莫雅 那場都出盡九合二虎之力才贏 然後上一次跑去都假結尾 兩個都實在頂尖級騎士 那今場是田大安 你覺得值不值大熱門 當然大熱門應該過了一點 不過你說跑到這個水準 似乎不是他的水準 那我講講其他熱門之一的馬 團記精神 大家如果跟直路的賽事 都覺得這隻馬應該加到好的成績 有綁架在今場 但好像也不太加得到 要側上去 有綁架沒用 那些馬一定要起到步在前面 在後面就不用玩了 上次上名是四八七 對 三班的確是能力上的 差一點 我們看看第四場 這場是三T頭關 第四場是跑四班千四的拆組 但原本是四馬主洪峰 四班千四不是今天拆兩組 第四、第八場 這組是三T場次 起步的時候出得快一點 起進風采就快一點 內檔那邊保勵生輝 快錢都快 然後健康之星起步又是慢了一點 搶不到帶頭 我當成是平山之星 中間紅衣是紅磚勇士 我當成是素鳥輝煌 再跟著馬 橙衣那一隻起步為家 內側黃衣 熱門的馬主洪峰 在他們後面有一隻好達人 淺藍衣 灰馬藍衣 那隻進龍區是尾四 尾三是獨身訂造 尾一隻都靈勇士 暫時包著美國紙衫的龍城強將 入體院彎前 保勵生輝 這裡沒人逼就慢慢來 帶著一個馬位不夠 步速慢到二十秒三一 還要 喜進鋒跟著他 貼難第三健康之星 然後二疊第四快錢 這時候可能太慢了 我當有馬走上來 素鳥輝王 平山之星 連起步為家都帶上來 反而內擋那些又混 馬主洪峰被紅川勇士困 這位危危苦 萬步速 再跟著好好達人 量身訂造 訂出我當的進龍區 在美那隊 龍城強將和刀寧勇士 一出一入 看看誰走得好 入隊最後三百米範圍 前面保勵生輝 在前面賺了萬步速 似著輕磅 暫時還帶著過幾馬位 快錢上來 不過不厲害 可能綁重 我當喜步為家有些進展 中間喜進風彩都是熬的 還有百多米 前面保勵生輝還帶著過幾馬位 喜步為家和喜進風彩 是不前的 外面上來都寧勇士 國中第一名 幾個帶到沒有 保勵生輝 都寧勇士 拿了Q 第二 喜步為家第三 第四名是喜進風彩 今天票票都很厲害 保勵生輝 一檔 很有信心 一檔放了出來 這場比他慢放到底 我想都算得到 沒有筆馬搶 他走得很舒服 以為拳堂之星也會走 誰知道起步又是起步 中逸禮想著他會走 他不一定會起 他就很取決於起步是否起得到 這隻又是起步一般的 在這場他拉斯好像有點失望 雖然都說是萬劈省 萬劈省你都沒理由吞 對 他守一個有遮擋 博士位 拉斯都不多 來到這裏馬主洪峰就慘了 你前面這麼慢 不過都要留意一下 他跟紅磚用士兩隻馬在那裡搞什麼 好像紅磚用士好像在那裡不斷封住 他又不自己有位 總之很古怪這場馬 我們一邊看下去 你看一下就明白了 看看兒童七零一隊 馬主洪峰這個檔真的未必是好檔 完全困住了 紅磚用士應該在那裡找個位來上 應該是向出走的 但他不是的 他只是封住他 封住他也不向出走 裡面那隻當然是想撐出來 想拿個位子 不斷撐出來 你又推我 但一直都沒有位子 到他有時起步為家 下天就泵了紅磚用士 兩隻馬人支撞出了大半條跡 所以馬主洪峰是沒有跑過 沒有跑過這場 是一步都騎不到 你當作出不了 他撿了逐步贏上次的籤 看看分段時間 頭到13秒57 第二段22秒31 第三段23秒4 六段23秒34 賽事時間1分22秒68 時間不是很快 是偏晚的 賽友報告其實輕輕大過 馬主洪峰和洪尊勇士的席路 我覺得他支撞了大半條的席路 全條 洪尊勇士可以去外面找位 但他一心想封住馬主洪峰 馬主洪峰又好像不太服氣 石硬出來又想泵出來 結果就泵了一下 泵了洪尊勇士出去 但最後報告就說得很簡單 其實可以問一問 為什麼洪尊勇士不再向出引 因為那個位應該是他有機會拿到位 所以都挺特別 賽友報告就說馬主洪峰 試圖佔取洪尊勇士 和快潛之間的席位 因此互相觸碰 其實我覺得兩個騎士之間的互動 好像都有點特別 不過馬主洪峰比較避動 他撿出去就一定的 因為他內蕩 但外面那個都不去找位 就有點奇怪 所以今天外面那個騎士 其實全天都沒有表現 是 差一點 另外說說其他馬 今次有少許驚喜是起步為家 其實之前算下去 無論是外地賽 還是回來香港之後跑下去 豪然應該有少許心得 這次現真將路上名了 還未夠好 他可以再好一點 這些馬 他叫做試襲就像樣子 但如果他適應到現在來說 是慢慢好 應該都未去到他最好的時 好 那我們立即看看下一場 先來到第五場是3T的次關 是四班千八的徒程 第五門是4 勤德威力 好了 3T的次關 跑長一點路程的樂善堂杯 還有杯賽 起步的時候出得快一點 外檔的勤德威力其實出得不錯 不過不會帶頭吧 這時候華卓晴 露露爽 對重點榜的馬在外檔 想帶頭 中間巴基之後 六三個匹都想放在前面 然後紅粉風彩 內檔那邊還有標枝功能 這幾匹在前面 這隻勤德威力 放在巴基之後 後面有一點搶口 希望放得好一點 接著馬的一隻逐步贏 入閘就有點扭 不過暫時 他找到遮擋的機會 比前面的勤德威力更大 接著馬 還有很久沒見的家樂飛區 還有外檔那邊 一對黃衫的馬 機械戰士和金德 而金德爾也無法來 暫時在尾那三匹 還看到大燈電 傳材 暫時比較後 到對面直到尾 華卓晴在帶頭 守著第二位 路路爽 撲著第三位 巴基之友 勤德威力 總算放得好一點的位 不過這位都是外疊 接著有紅粉風彩 逐步贏的時候 外檔 未期都開始走上去 接著是標枝功能 金德爾一直在外疊 往空虧 在路側的機械戰士 然後中橫十六 在他們後面開始上去 尾三匹馬 格勒飛區 尾二還在這個傳材 包緊尾 暫時都大燈電 一直在轉彎 向著直路進化 看一看錶第三段 25秒03 為何這段這麼慢 帶頭還是華卓晴 不停抓住 搞到外檔上來 勤德威力 還有逐步贏 金德爾出外檔 內檔那些是一般的 巴基之友 路路索的萬步速都退 最後二百米的時候 前面暫時一隊 逐步贏 和勤德威力 這隊先過了華卓晴 逃了內檔 大燈電 外檔上來 金德爾大外檔 中橫十六 以及機械戰士 最後幾步的時候 前面逐步贏 壓住了勤德威力 內檔上樓 大燈電外檔 中橫十六 外檔 外檔中橫十六 外檔中橫十六 逐步贏 第二名中橫十六 在外檔拿了Q 第三名緊緊捱到勤德威力 第四名就是大燈電 都算發揮一流 這隻逐步贏 不是一隻很容易跑的馬 是 挺輪盡的 雜前都很急 雜前有扭 但原來跑上來 我覺得挺懶惰的 是挺懶惰的 所以一場都挺懶惰的 得到的賽事 但都頂住了一來一外 兩筆馬追 以一定義都不止 沒有失就行了 第三名就是 4號勤德威力 分店時間第五場 頭段13時73 第21秒82 第三段20秒03 第四段24秒48 每年23月28 賽事時間1分48秒34 贏的這次不失落的 就是逐步贏 看看連馬師五盤志訪問 因為上一場他就抄襲了一檔 他就是人家收慢的時候 他就整排馬在前面 他就迫著迫著 一邊跟著他們退 都提亞巴道 任何時他們收慢 都要跑出來 慢慢讓他們拉上前 其實他是一隻很軍情的 四班長途馬 都由季初 由上季距離到 在威哥馬房 到現在都搞了很久 很多時間 幸好他都交出水磚 他集前也有一點扭計 因為他經常都會扭計 是比較情緒一點的 又有情緒 但也有懶性 馬幾多這些問題 大家看不到 幸好他接手 因為Pierro的馬 如果香港來很多隻 通常第四、五場才開始有表現 很少說一出 跑了四、五場 他開始上名 今場跑到第七場就贏馬 五彭子也是厲害的 有隻馬 現在是韋小寶去杜拜 對呀 他有邀請 有邀請 周進落跑 挺精彩的 沒錯 看看安排的 先說其他機要馬 有一隻都埋門落飛的中環16 路程 今次的1800的形勢上 會不會比上次的長途 形勢較為好一點 一定 我想暫時來說 1800真的比2000 他是衝力很強的馬 但是到2000要攤牆 上一次試過 當然你可以說他上一場 早了踩油 上到回來就賣不到 但是暫時來說 他由1600轉到1800 我覺得比較實在 四班有得贏的馬 好 那大影像我們看完 休息回來看第六場 好